大家好,我是Stan 神级舞者李亚金 舞蹈才能超越我的女爱豆室 9月13号,韩国著名舞者李亚金出演了一个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主持人对李亚金说了 你是在SNYG,JYP等三大经纪公司担任过舞蹈老师的人 真的很好奇,有没有舞蹈才能超越你本人的爱豆呢? 李亚金马上回答 都跳得很好,但是TWICE,MOMO比较 除了MOMO都一样吗?都跳得很好 你看都是跟谁学的 MOMO又能跳又善良 所以会让人这样马上想起来吧 MOMO真的跳得很好,无法反驳QQ 可能是喜欢MOMO的舞风吧 不过,不会又有小学生一样的人 用这个来吵谁比谁跳得好吧 被捧探影响力吓到的Kershie反应 前几天,歌手Kershie发表了首次与捧探成员前后合作的歌曲 而在歌曲发表没多久后 Kershie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非常可爱的截图 应该会被吓到QQ 但是我也因为Kershie舞跳得太好而被吓到 Kershie也是在音乐创作非常厉害的人 成绩也很好 所以看到他的这种没有包袱的一面 真心觉得很喜欢 首先是因为歌好听所以才可能的 而且这次的歌跟前后也很相配 真的很谢谢你 Lusirapin上传团体咒的过程 Lusirapin成员们上传团体咒的过程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成员和愿景在群聊上传了自己的团体咒 Sakura, Kenchan 打字的时候Gyuchi就是Kenchan 也就是可以没关系的意思 出现四个Kenchan才可以上传 使用Kenchan真的太好笑了QQ 最好笑的是Sakura第一个使用了Kenchan 他是外国人呢 Lusirapin真的很愉快 组合气氛也非常好 太有好感了 看到群聊组是五人 所以很高兴 希望能更成功 6秒之内没有发现的话就会死亡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大家如果在6秒之内找不到危险在哪里的话 就会死亡 大家活下来了吗 舒华对羽琪 舒华好帅 舒华是韩国人吗 怎么说的这么好 羽琪不行啊QQQ 不可以见那种乐色 所以大家觉得 大家的爱人在出轨后回来求饶的话 大家会原谅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男者子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